台南的安南区金船火警 在礼拜二晚间十点多有一间养护中心 二楼置物间突然冒出火蛇 养护的三十八个人 其实大多都是行动不便的老人家 或者是重度伤患 其中有十二个人呛伤送医 目前呢调查人员已经排除是电气走火 朝向人为纵火的方向争败 消防人员将伤患抬到担架上 一路送到待命的救护车里 情况相当危急 其他已经被救出的人 全都被吓得六神无阻 出散到庭院的老人家 全都面面相去不知所措 工作人员赶紧为他们披上棉被保暖 这家位在台南的养护中心 首容三十八名行动不便的老人 和重度病患 许多人没办法自己逃生 差点被大火吞噬 据了解二楼的浴室珠贵 晚上十点突然冒出火蛇 整个被烧得焦黑一片 总计十二人呛伤送医 其中一人还市民易消 不过都没有生命危险 至于起火原因 不排除有人为纵火的可能 记者王少宇台南报导 已经有了 没没没没没 о 过都没有